會幹這種事 在民進黨 新潮流的工夫最好 新潮流 新潮流 因為第一個 假如我們現在整個判斷 後蔡英文時代 能接班的大概就是賴跟鄭文燦 兩個都是他們的 所以新潮流這個派系 要先幫他們兩位少主清理戰場 清理戰場 把黨將來他們認定說 我們可以繼續執政 所以將來我們 這兩個都是我們的新潮流 我們要把這個弄得乾淨一點 然後裝成聖人 你看我們新潮流 但是新潮流的紀律 是民進黨裡面最嚴謹的 所以他找的 在形象上的包裝也是最好 但是對他的敵人 就對手 不管是國民黨 還是民進黨裡面的對手 下手是最重 而且刀子擺在什麼地方 切幾分 最厲害 所以從這個手法看起來 很像新潮流的手法 然後這些平時的東西 他不會丟 就緊要的時候一個一個丟 所以比較有震撼力跟殺傷力 但是他這個也不是針對現在的 蔡英文的政府跟他的權力基礎 統治基礎去挑戰 他是在 我打你的小弟小妹子 不是你的關係 但也不會傷到你的筋骨 可是我將來為我的少主 他要登基這一條路 我掃除路障 鋪好紅地毯 有沒有可能是少主本人 一生監督你一人 他不會 他沒有這種能量 他沒有這種能量 你看不起 不是 新潮流幹這種事的是 另外一群人 他們分工分得很好 但最後你問他 他一定說 我都不知道 幹嘛都不管 什麼人 新潮流幹這種事的 他流派本來就專門 在幹這種事的人 下刀的那個是誰 不會是賴清德 也不會是鄭文燦 不用造主自己動手 他們兩個基本上 是被這個流派操控的 人家組織分工的 我跟你講他們兩個 那是吞曲棍球的嗎 他們是被 一路被塑造包裝上來 那曲棍球他是 最近當了接班人 原本也不是 但他們是新潮流內部 也是集體領導的 所以就是割喉割道斷的 那一個嗎 他點頭了 割喉割道斷的是誰 是誰 那兵哥講一下 割喉割道斷的是誰 沒有 我是覺得 你不要太小看新潮流 其實你不覺得新潮流 很像戰國時代那些家族武士 就是東西軍要交戰 我兩邊都有人 你們倒到最後 反正贏的就是我 不管怎麼樣我都會存在 你看現在振了個半天 到最後還是新潮流要當家 你看蔡英文好不容易 辛苦拿到政權 結果政治是誰在 新書系在把持 所以蔡英文當的這個總統 我看當的也不是滋味 所以他想要去發展英系 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 其實鄭文蔡有一點出現危機 第一個 最近疫情的關係 他處理也不是太好 然後現在正在跟中央互 推責任中 然後再來 最近幾次的民調顯示 鄭文蔡的民調一直在下降 對 所以對他來講都很危險 反而賴清德什麼事也沒錯 他民調還將在那邊也沒怎麼掉 因為他沒有責任 副總統 那不管怎麼樣 這未來 這個對鄭文蔡來講 這是個大警訓 也許一年之後就出洋變社了 因為明年可能民進黨選得不會太好 因為這個時候搞不好 鄭文蔡也會連A 因為萬一鄭文蔡的桃園掉了怎麼辦 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重傷 所以現在這兩個人都有機會 可是民進黨其他派系擔心的是什麼 玩到最後還是女性潮流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鄭國會 甚至包括書系 包括英系 現在都在想 我怎麼樣真正有自己人出來 我覺得這才他們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蔡總統 他其實不只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們必須提醒他 他可能忘了他還是一個總統 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多 民間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都會關心的 包括可能我有很多環保的朋友 他們很關心藻礁 他們很關心藻礁 我有很多朋友 有媽媽 他們很關心疫情 他們很擔心說 我上個月帶我小孩去華航的 諾富特去住 怎麼辦 到底現在疫情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 是我們拍到的遼寧夜市 你看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 沒人要出來 小商家也是苦不堪言 包括治安 我們告訴大家 最近警政派敗壞 警記敗壞 你早上出門運動的老太太 出門去運動 會被酒駕的人撞死 你好好的開個計程車 我要轉我一家人大小的計程車 我莫名其妙被這乘客打到 牙齒都掉了 滿臉是血 大家關心的這些事情 蔡總統你知道嗎 你有聽到嗎 好 我們來看看 蔡總統曾經告訴過我們說 沒有關係 我是全民總統 所以你們有什麼困難 你覺得有不滿意的 你可以告訴我 可是如果你講話太小聲 沒關係 你可以用拍桌的 哪有可能 我們這邊揮個國旗 就被抓走了 我們可以看看 藻礁議題 書尾書的醫師 跑去蔡總統的臉書上留言 就不得了 引來了一大堆的側意來罵他 害人說請問你去掛這個 蘇醫師 你去掛號看精神科了嗎 你精神有沒有問題 然後就有人一直在酸他 不然要用發電來補嗎 然後又講說 你這個沒有替代方案 你又不願意 你還不如去死一死什麼 講得很難聽 我們結了其中一小點而已 那我也覺得蘇醫師也很勇敢 跑去蔡總統的臉書留言說 延後兩年工氣發電 會以增加燃煤發電來因應嗎 蘇醫師他是一個很堅持人 他很關心環境 他很關心健康 可是就被大家罵成這樣 他是去哪裡留言 是在這一篇 蔡總統的貼文底下留言 蔡總統說這個3月23號農曆 馬祖生 所以他可能也要鞏固一些信徒的票 他就說小鷹和白沙屯馬祖 逗定驚 逗定驚 還原經典的這啥 遼溪事件 這我也是看不懂 他說每個聲音都是讓 重點來的觀眾朋友 每個聲音都是讓民進黨 前進的動力 加入我們寫下你的意見 加入你寫下意見 變成蘇醫師 蘇醫師就被罵到臭頭了 這蘇醫師說句實話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蘇醫師很勇敢 但是他進去的目的 並不是希望得到正義 他希望看看多少人會罵他 這就好像 我們到一間房間裡面去 這房間裡面充滿了 很惡毒的三般家紋 然後我是這個房間的 房間的主人說 大家進來進來 有什麼話都要跟我講清楚 但是進來之前 只能穿一條內褲 我保證那蚊子不會咬你 你進去不被咬成紅豆冰 被咬翻天 那些蚊子 他是見血就丁 見到體溫就要咬的人 所以蘇瑋蘇醫生 進到這個粉磚裡面 他已經報定了這個殺身成人 必然要捨身取義的這種心態 進去 那其實 其實我認為這個 蔡英文這個臉 這篇文書 他不是要調出蘇醫師這種人 他要調出裡面有多少叛徒 所以誰來罵我 對 我看看 那些以前偽裝的 挺我蔡英文的人 那些以前偽裝是英粉的人 有哪些是假的 趁這個時候清一清 趁這個時候把它倒一倒 垃圾殺一殺 垃圾丟一丟 這是他的目的 你以為他真的要聽你講什麼嗎 他如果真的要聽你講什麼 不要說 哪裡差 哪裡壞 治安不好 你總統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環境差 你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對不對 以前說股票漲 這兩天股票狂跌 你不知道怎麼做嗎 這個華航的諾富特事件 造成了大家人心惶惶 你總統不知道怎麼做嗎 你是防疫的頭頭 雖然說陳時中是指揮官 你是真正的總統 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當然知道 你還需要這些民眾來告訴你 這個你要怎麼做嗎 所以這根本就是要調出哪些是假英粉 要調出哪些是騙人的 是偽裝的 要全部把你給清理掉 是 來 龍介兄 這個看整個我們是覺得說團隊 就是說蔡總統他今天走到這個 不管你做什麼表演 那你信仰也好 你看蘇醫師在當時反國民黨的時候 他是反得多麼厲害 用力 對 我跟他同台我說 我欣賞 因為國民黨當時要進萊豬 他一個態度 現在進萊豬他一個態度 所以我還不是在蔡西亞 在連署的時候 我們看他是有沒有從一而終 一貫性 所以這個人如果是說去 你們給他拼上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民進黨現在為了他達到 他的目的 他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三手段都給你 然後他訓練的這一群 1450就是說 已經不只他的 理念的追隨者 我剛剛我追隨你 可是當別人跟你理念不同 挑戰你的時候 我不會去打他 因為我是理念追隨你 可是當如果是被煥養的這些 有利益或者就有系統性的 拿政府國家的資源 然後我平時是配合你 包括帶風向也好 包括去做攻擊也好 攻擊你的政敵 攻擊你的黨內的不同意見的同志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危機 我們的行政院長 你把我們的資源拿去做什麼分配 所以我一直看說蔡英文 本來想說今年520 差不多要下課 看起來蔡英文還需要他 可是今天蘇貞昌 其實有特別對華航的 疫情擴大這件事情 尤其是諾富特的這個 Hotel的事情 他其實有講話 他說染疫者 你都不遵守SOP 光是一個陳時中是神 也沒有辦法 可是蘇院長 報告蘇院長 這個諾富特是華航的 華航某程度 其實他是國營 就是國營的單位 所以難道我們的政府單位 也不遵守SOP嗎 看起來是的 他很多的管理的方式 都很鬆散 20秒 這個很簡單 整個防疫飯店 當然是防疫中心總指揮 但是地方政府要配合 你有哪幾間 經過你地方政府的建議 可以變成防疫飯店 你說地方政府會不知道 我不相信 但是你不能夠把防疫跟民生 綁在一起 當然是防疫委員 我覺得第一個 你自己本身不要說SOP了 連該誰來管這個東西都不知道 到現在鄭文善在推 民航局也在推 衛福部也在推 那我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你知道 你們到這個禮拜都還在推 表示你們到現在都不知道 這應該歸誰管對不對 那諾富特會出問題 其他地方不會出問題嗎 其他的防疫旅館 你們到底現在去管了沒有 你要知道 桃園市政府本來有 這是鄭文善自己講的 他每個月至少要定期抽查一次 你抽查過沒有 那我想請教一下 華航是一個大公司 現在出了這樣的狀況 同樣的長榮不會出狀況嗎 長榮的宿舍 請問一下歸誰管 誰去檢查 誰能夠確保他安全 你們的SOP到底在哪裡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 不是你們推責任的時候 現在是趕快先把SOP定下來 該誰管 趕快要他去負責 先去管再說 而不是推責任 責任不重要 會出事的東西 到最後才重要 好幾乎 好幾乎 四場 四場 市場